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景龙是明朝开国第三功臣曹国公李文忠之子 李景龙自幼喜读兵书 深得明太祖朱元璋的看重 建文帝登基后 李景龙也深受建文帝的信任 建文帝登基几个月后 就开始考虑怎样增强自己的权力 而同时削弱朱各个朱侯王的权力 不久 周王 戴王 湘王 齐王 明王等相继被废 燕王朱棣就成了一下个目标 朱棣自制无法逃过此劫 在手下谋使到演了建议下一边争取时间 一边做着战争准备 而此时的建文帝却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 准许朱棣在南京做人质的几个儿子回到他身边 这让朱棣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 建文元年1399年 监王朱棣起兵倒反 史称静南之变 因为朱元章晚年上 既贤臣大将 所以此时的朝中已无可上任杀敌之人 无奈之下 建文帝只好派庆存的年老大将耿炳文上阵 朱棣在真定金河北正定 大败耿炳文 耿炳文被击败之后 王子成便向建文帝推荐李景龙 建议让李景龙代替耿炳文执掌评判大军 同年八月 李景龙被建文帝败为大将军 统帅五十万大军北伐朱棣 朱棣听说五十万大军的统帅使李景龙时不仅不害怕 还对李景龙十分轻视 面对李景龙的五十万大军毫不担心 指命世子朱高赤 带领一万守军留守北平 自己率精锐兵马云就永平 后又奔袭大明 经内蒙古宁城 不久 李景龙便率领军队包围了北平 在攻城的当天晚上 便被城内守军夜袭 幸亏都督取能是一个有点能耐的人 他料定到对方夜袭的兵力只有几千人 同时认准了张燕门的防守薄弱 率军进攻张燕门 眼看快要攻破城池 李景龙却因为害怕被手下抢了 风头 命令明金收兵 导致攻败垂城 几个月后 朱棣回师北平 他与李景龙一战 李景龙大败 最后只得抛弃物资 连夜撤退 建文二年 朱棣攻打大同 李景龙当即领兵援救大同 可等他赶到大同时 朱棣早已退兵 李景龙无功而返 接连的失败 并没有让建文帝怪罪于李景龙 建文帝认为 李景龙用兵不顺 是因权柄太轻 愿受以专征伐之权 赏赐黄越宫时 建文二年1400年4月 李景龙在德州市湿北上 会和武定侯郭英 安禄侯武姐 和军六十万 进入白沟河 新河北雄县境内 结果再次被燕军击败 使得撤回德州 不久 又退至锦南 同年十月 建文帝将李景龙召回南京 但却没有怪罪于他 李景龙前后丧失数十万 时的攻守行事逆转 建文帝再也难以组织大规模的军事征讨 朝中大臣纷纷上书 请求诛杀李景龙 以谢天下 建文帝对此一概不 听 建文四年1402年 燕军打过长江 直逼南京 李景龙与古王朱惠开门投降 营燕军入城 南京陷落 建文帝不知所终 等到朱棣登基为帝后 李景龙因有莫乡士基之功 被授为奉天府运推承宣立武臣 特进光陆大夫 佐助国 加封太子太师 并增遂陆一千十 朝廷每一大事 李景龙都位于班列之首 后来的李景龙多次被弹劾 但史明成祖都没有杀李景龙 这让后世很多人都认为 李景龙是朱棣派往建文帝身边的间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李景龙